游客在廟前水池 位於仔細看池內的小動物 不看不知道 一看嚇一跳 怎麼會有鹿龜亂鹿 泡在水中載浮載塵 就怕這隻鹿龜溺水 嚇得馬上通知廟方人員幫忙助援 事情就發生在雲林馬鳴山正安宮 日前魏小姐到這邊旅遊 沒想到卻發現有蘇卡達象龜 被丟進水池中 痛劈氣養的四主太誇張 因為把鹿龜丟進水裡 可能會導致動物死亡 幸好及時發現廟方也到場協助 將這隻蘇卡達撈上岸 也馬上找到其他人認養 放生龜 他們那個叫蛇龜 對 他可以游泳 他的腳掌是有點像樸那種構造 所以他們的生理構造是不太一樣的 那你把那個鹿龜丟到水池裡面 一定的時間超過以後 對他來講都是很危險的事情 可能會溺斃 也有可能會失誤 養龜達人指出 鹿龜跟一般在水池中 見到的澤龜身體構造不一樣 鹿龜是變溫動物 沒被淹死也有可能因為水溫太低冷死 強調氣養應該透過正確的管道尊重生命 雲林洞保處也回應 蘇卡達相龜是外來種生物 要是查證屬實 可以依法開罰3萬元到5萬元以下罰款 另外要是危害到生態 最高可以罰250萬 TBPS新聞 莊聰明 李全有料 反映雲林采訪報導